YG不留遺憾 好 OK 各位 歡迎來到我們 YG不留遺憾的汽車系列 今天我們一樣帶大家來看一下MG 好不好 自己拍了一個MG家族的HS 那答應了各位 我們要來拍ZS系列 可是因為我們不是一群頻道 所以我們沒辦法的第一時間 我們等到了今天9月14號 也差不多已經開放民眾開始試乘了 今天我們來看這台ZS來 身後這台 因為他們是比較小修旅 所以一般的小修旅都會採用比較光鮮亮麗的顏色 所以他們這款除了有藍色以外 橘色 那當然基本款黑白灰也是一定有的 可是我們現場看到一個很特別的 你看HS的是鐵灰 是ZS的 但是它的灰是比較偏...有點灰白色 來看 它的車頭 變超美的 有沒有 零線桿 它的車頭是非常的偏大 而且平業務桌 前面轉向的時候還會有一個霧燈 可是你們明顯看出來這個跟我們HS熱殺 其實它車頭的部分很漂亮 就這塊啊 這塊不夠87 就近78 沒有HS來的好看 看一下 有沒有 你打左轉的時候 這邊是沒有亮的 這邊它是改成17吋的雙色儀式 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你看MG那個很大車 這是什麼 你車買回去很難再改裝你知道嗎 想盡辦法幫它裝個大包啊 唯一什麼 沒辦法 原廠都給你裝好了 你也沒辦法做什麼改變 你看這種旅圈 你還需要更改嗎 沒有 完全不用 好不好 已經非常的美了 一樣有摸門的IQ 主駕駛 它還是有電動的座椅 可是它的副駕駛就是沒有 就單邊 可是 依這個價位來講 其實非常的OK的啦 好不好 唯一可惜的點是什麼 就是這個 拍檔看 我在撥敗了 HS比較吵 可是它的功能性 該有都有了 因應我們社團的要求 它改了實體的按鈕 所以現在在調節冷氣上非常方便 然後整個主機 介面老實講 變很帥 那我們之前好像是在這邊買對不對 然後現在改成在下面 下面是比較 比較剛好 做的東西比較剛好 可是上面比較帥 你看這個方向盤 一模一樣 可是它變成只能 對 給我看一下 它只能上下 喔 好不好 它只能調上下 它沒辦法前後 它前後是不能調整 可是它的 釘智庫依然健在 好不好 一樣很好看 像這裡的功能 什麼都沒變 什麼都沒變 然後車道輔助 好不好 這跟一樣在 我真的覺得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裡面太熱了 我先吐一下 口罩 也是 那不是重點 我真的覺得它這個 不能改小 你不覺得它這改小之後變了 變得沒那麼好看嗎 它原本這麼大 是一個非常霸氣的 可是它改這樣有點變態小 可是 它這樣的轉動 是更為的流暢 然後 這邊 這個 變成這樣 不夠熟 要不要放什麼 你看我放一支手機 就要抹了 不要說什麼 這樣有熟嗎 有沒有 你知道你們看得出來 容量有多小了嗎 所以功能其實 其實 拔了蠻多 不必要的功能 可是它添加了很多 收取了我們社團 MG家族的廣大意見 它做的改進 這點是值得加 許代表它 會蠻在意我們消費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說的後座 好各位 黃金身材又出現了 170公分標準的體重 欸 有 我跟你講 這個腿部空間裡 真的各位看一下 變高了 真的變高了 因為我 大家來之前有幫我再講 然後我還是 特別去先做了我的一下 我去測試一下 我的 HS大概只能塞到這裡 它現在可以整個 塞到這裡面了 就是 你後座的人 如果腳比較長 你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它裡面是把它墊高 然後 然後 這個 對 好這裡真的稍微短了一點 好不好 腿部支撐的部分 腿部支撐的部分 可以再 可以再多一節 可能會比較輕鬆 那它這裡已經沒有 沒有那個 多段式調節 它已經沒有多段式調節 所以你就變成只有一個 角度 你就沒辦法再傾斜了 然後這裡就 就頂多就這樣 沒那麼舒適 那中間後扶手 沒了 還好 我覺得 沒有很重要 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有一個很帥的地方 這個很帥 按下去 好 開啟喔 真的假的 雖然它 它是手動的 可是 它的那個開的方式 Logo很大 有沒有 酷 然後來看一下 我覺得那個空間是變大的喔 你看這裡 它可以這樣 算是 然後它變高 然後旁邊 這裡有挖洞 HX這裡沒有挖洞 它這裡是整個填布器啊 所以它這裡空間是沒有多的 可是它這塊如果 像我裡面好像用的 我把它往下 你看 再加深喔 加深一大 測試一下 再做做 你會不站 你會不站 呵呵呵呵呵 對不對 這比較寬嗎 很寬 很深度很夠 深度很夠 可是 它的寬 這樣的 長度 就比較小了一點 可是沒辦法 因為這也是受血淫 它的 車身本身的設計 所以它的 這邊就本身就比較小 可是它的 這個 深度是很OK的 你看你蓋起來 說真的在裡面 對不對 那你 要藏心弱電 才不會被發現 還不錯 這塊當然 也是可以的 拿掉了 著晃一整個後 後部大空間 就出來了 你怎麼這樣在外面 是不是很方便 這個面圍 然後這個 整個可以往前 放倒的時候 內部剛好大空間 站 站 站 但是在什麼站 我們也是必須 給人家裝回去 車架有耳朵差的時候 相對我們一定會 刪點一些東西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個車門的部分 有人在嗎 敲一下厚度 怎麼 沒有在那個 你就相對薄多了 比起它的 後門一圈 HS 這台車的板金 那麼切 可是可能就是 因為這樣才會生 喔 來看一下 敲一下喔 敲給你聽喔 聽得出來嗎 完全不一樣吧 聽得出來吧 你有鞋子嗎 有鞋子嗎 完全不一樣 這板金的沙柄 不過 合理啦 合理 車價降低 就是降來這種地方 加油的部分 已經改成不是按壓式 好不好 改這樣 醜蠻多的 你有看過 HS的加油 真是很有質感 這就跟以前 一般的一樣 對 就 這個等級的車 該有的樣子 你有表情 然後 它的車側 那個車側盲點 改在這裡 改在那個景上 比較先進一點 好 比較先進 我們在裡面 沒那麼帥 我覺得外面比較帥 大家需要看 前面的空間嗎 應該不用吧 變速箱的部分 應該不用啦 我們不在一起搞 我們又不是專業的車名 哈哈 我們今天剛好 預約到試乘是 藍色的車 基本上功能 都差不多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環景 改成有3D了 我覺得比較酷炫 好像可以看到的東西 比較清楚 雖然 畫質方面 好像 還是 還是 可是 可是 其實環景這種東西 就是輔助使用 就 看無 總比看不太多 就很像大家最近在講 那個 Yaris YC 那個 連環景都沒有 我聽說它連低階 72萬那一台 好像連倒車型也都沒有 所以現在的車 如果真的連倒車型也都沒有 好不好 大家就要 可能自己去加裝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以中階來講 因為我們就是比一個 差不多價格 對 它們中間那是76萬5 它就是一樣會有17吋的銅圈 然後電動收索和時間 然後一樣有IP 等一下 這個是不是沒有電動收索 我們有 一樣有 一樣有 鎖色一樣會自己收索 然後也是有 然後盲點會 盲點比較特別 我們ES是坐在後照鏡上面 喔 就現在比較普遍常見的盲點 對 就坐在後照鏡上面 就不像HS 然後再稍微看一下 A柱才去看後照鏡 喔 那感覺上是升級的 對就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對 會比較直接一點 對 然後如果說像是 Yaris 它雷達要到中間才有倒車雷達 連雷達都 入門也沒有 它到中間才有倒車雷達 對 他們的銷售模式比較 稍微特別一點 應該說像擠牙膏啦 就是會 欸你需要什麼買到什麼等級這樣 你會很虧 你說欸那我需要雷達嗎 我需要IKEY嗎 我需要盲點嗎 然後就分你要的等級 不過這就像人家常常在講 其實MG這個好處 因為有一些人喜歡單一車型 但有些人不喜歡天窗 像我們MG就沒辦法取消 對它就是已經強行過中獎 沒辦法 沒辦法說 喔可能版本沒有天窗這樣 對所以大家有時候擔心天窗嘛 但其實天窗這種東西 比較偏向享受性質 像是有些進口車還要花錢 就不外全賠 可是他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如果以後老了脆化 那個膠條脆化 是不是就會有肉水的問題 當然橡膠這種東西 它是一定是一個耗材的存在 那真的是看得來的使用環境 像我們天窗 在地下室啊 在吹庫都可以覺得 目前10年都沒有漏過 又盡量不要讓太陽 直接的去照射脆化它 可以看看 轉速很高 但是 有差喔 有差喔 跟我們HS 做的差是有的喔 所以應該都不是帶握人的 跟自然其他的東西就好 嗯 它的瞬間加速啦 可是 它的整個 它的回味跟渣水定性在中 還是還不會太差啊 喔 都吃了 喔 在愛好看喔 有欸 其實是好看 因為它的變速的換檔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NG的 兩個賣點 一個就是隔音 對 老實講它隔音真的 因為我開過 開過的車來比 真的好太多了 第二個是它的換檔的那個 順暢度 對 流暢度 它不會以北亞那 可是它就 當然就少了一種賽車感啊 因為其實它這個變速箱是 不斷變速啦 它就是本來就是 不會有那種換檔的蹲錯感 像是Toyota的車系 或者是洗車都喜歡用這個變速箱 就是因為它比較省的 喔 CVT的變速箱是比較省的 那我們HS它是做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可是為什麼網路上 大家都說CVT比較不推 因為CVT比較沒動力 就像剛剛那樣子 嗯 心有餘合力不足 雷聲大 雨梯小 喔 了解 對 聲音很大 但是沒有什麼動力會出來 為什麼不是HS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對 它本身是比較偏 動力取向的變速箱 所以它的油耗頻率 公正在13點 其實我們目前開了大概一個 嗯 我是覺得 真的看起來還不會有那個 很像很 讓你感覺到很沒線的感覺 對 真的還可以 你看它電力回饋 不會像HS會比較 然後比較多的小水症 對 這個晃動性 確實好像有改善喔 因為 上一代大家在講 真的好像 很喘 說了一下在做喘 其實我覺得沒那麼誇張啊 我自己在開起來跟 真的是每個人主管理 對 大家在回饋上 我是覺得還好 那多則是這些加速性 對 卡工夫加速性沒辦法啊 因為其實 其實四萬九萬 對 其實說真的應該說 YC用門就是 S啊 或是HRD啊 或是自然之類的 這些車型都比較 不是動力取向的車型 沒錯 它是比較偏向是家庭用車 媽媽 待步幸福 對 市區好開 好停車的為主 所以動力不是取向 不是它的主要取向 對 這個號有 沒有H&S號有 當然 自然進氣跟布蘭斯有差 對 我那個渦輪下去 油格舒適 會讓你看得出來的 我現在自然進氣啦 然後可以CVT這樣的擺 就是比較偏向省油取向的組合 好 我覺得在跑步道上來講 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喔 還可以接受 就跟我以前在開幾天出來的感覺 很像 1.6自然進氣的喔 對 1.6自然進氣的喔 很像 又有力 可是 你臨時要突然大抽車 或者突然想熱情一下 急加速一下 是稍微 少了一點熱情的感覺 對 需要我們拉一下 直直線這樣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山路的測試好了 問一個比較直接的問題 對 現在買車需要等多久 現在目前這個列車大概三個月多 只有TOSER 大概等一個半車 所以半月到兩個月多 你橘色的比較少 反而橘色那麼賣 橘色要等比較低 因為橘色的 比較近的那樣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的乘車 坐在其他的車身上 白色啊 這種車型 對 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就交集啦 對 大家有時候訂到自己忘記 有訂過車這樣 每一個車來都不記得說 我現在好訂車喔 對 我好訂車喔 對 我好訂車喔 很多人都經過進來看說 我忘記之前車是怎樣 真的 太久了 可是 就像大家講的 你對這台車有愛 再久喔 你都值得等待它這樣輸 就是跟缺點過生物嘛 對 那這就是愛玩 等更久你拿到車的時候 那種興奮感 又不太一樣 更滿更足 接到我們的電話的時候 就很特別興奮 真的 大吉隆迪還刷APP 還沒跳第二階段 對 還沒跳二階段 所以陸續困得越快 是因為 第一個 它的銷量 開始起來了 大家後勤的保養 要跟得上速度 不然 大家車輛那麼多 就約不進去保養 那就很痛 對啊 這個就是大家害怕的後勤問題 對對對 其實後勤單位 因為這平台本來在國外 就好不爭執了 對喔 各位 這是有車道之中的喔 我們現在是有自己起動的喔 60年以後 還沒把你做直到維持 這個搭牌是可以調整它的力道幅度 如果你們覺得 太重了 太輕了 都可以去調整 好 那我們就 測試一下散步 還行耶 這個是夠用的 可以用嗎 不會到我們剛好上站 好 可以 因為這算很矮啊 這已經算蠻走的 對 翻波了 避震器會其實都算蠻舒服的 蓋過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它在避震學調 絕對有蓋過 因為落差 我覺得蠻大的 因為是車型不一樣 車型不一樣 車型不一樣 看得比較高 不過現在跟它歸手的問題 不太爽 然後我覺得它呢 煞車形成一樣也是跟HSA的影響 它有一段行程式 要稍微往下踩 它的緊急煞車 確實 有時候 不會讓我蠻緊張的 應該才很深 很深 然後車頭就 不原定 還行耶 各位兄弟 其實是可以的 雖然我技術沒有到很好 可是我覺得是蠻夠力的 這名山路飆車是可以的 我已經快進去了 我已經快進去了 我已經快進去 可以 絕對夠力 絕對夠力 好不好 絕對夠力 好啦OK啦 這個山路馬力我覺得是夠的 先進去大溫的山車 畢竟它也是一個修復車 還可以 不錯 可以 這台車 以74萬 絕對有那個價值 絕對有 當然如果 當初設定 公司設定在70 嗯 可能會更美 好不好 舊車主的實際經驗告訴你 這台車的懸吊 絕對跟HS不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車 比較小台 還是 真的原廠的設定上有做改變 它真的 晃動性少很多 對 賽車椅改掉了 這個可以掛 可以掛宵夜 就可以 可以掉你的鹹酥雞了 一般的掉掛鍋的 就不用用賽車椅轉 它的Auto還是都有嗎 一樣 自動騎幣的 而且雨刷也是自動騎幣的 欸 雨刷也是自動騎幣的 HS沒有喔 而且是要到油店的 油店才有嗎 它VS直接標配自動騎幣 喔 所以它算是半升級欸 其實真的是升級蠻多 而且大家最在意的是 我們那時候蠻多人就是說 如果你把冷氣空調坐在裡面 其實對開車的時候是蠻不友善的 沒那麼直接 對 就會蠻危險 所以他們其實MG我覺得 很在意一點就是 他們其實很在意 回饋跟反而 反而更便宜的車態 也是會改善 它的風量就可以在這邊 用按鈕式的 實體按鈕式 就不用像之前還要這樣點 會比較 稍微沒那麼 真的沒那麼方便 或是視線要離開 你的道路上 是是是 它溫度什麼 OK小的 之前好像不行嗎 你還是用一個去打 只是因為我們的VS 它就沒有做好溫度一樣 喔 它是做溫度顯示的 反應多少而已 所以兩邊就是 都是固定的 對它沒有做好溫度一樣 是只有這樣 對 左邊一樣是用CarPlay 手機的Apple CarPlay 或是Enzo Auto用的 我可以 我跟你講 這點就真的可以推薦他們了 我記得A7S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吵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社團裡面 大家在吵一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MG 它的CarPlay要坐在右手邊 因為正常來講 是主駕駛在用 然後他坐在右手邊 大家就說 奇怪了 你坐這樣不是反的相反 有 他們一定有潛伏人員在社團 好不好 馬上更改了 好 這雖然是一些小細節 但是你就會在小細節裡面 看到他們車上的東西 在左手邊 那樣電腦要穿的 歐包一樣的車都有 蛤 那怎麼會改動想 對 右邊是開 對 好不好 這都是細節 這樣你就知道我是車主了嗎 好不好 這整個 之前是這樣子開啊 這樣子關啊 現在改成這樣子關 都有一些 小巧是不是改變 你看我們頻道就是 會比較注意細節的東西 啊這電腦就沒有了 對 少了一個挖動器的燈子 然後他們這裡多了一個USB 就如果你是腰外接一些 電腦器等等 哇 不在這裡 這個舊的HS是沒有的 嗯 好 那基本上 沒什麼太大的調整 哦 這裡變成不是那個 包覆性的皮 它做內卡木 這邊 嗯 可是它的就沒有那麼膨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邊它也是要用皮革包覆來 就是木段這樣盡量能用來 是用皮革包覆 嗯 這個就有用心到的 因為有一些這個 等級價位的車 這裡其實都是 都是這種 這叫什麼 荔枝 荔枝吻嗎 荔枝吻嗎 對荔枝吻 對 那這種 塑膠件這樣 這種就是一直曬太陽 最後就會 有點老化掉 嗯 配型 但女生會比較適合開這台車 就停車旁邊 嗯 因為它這個大小真的會讓你 感覺壓力不會那麼大 嗯 好 最後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灰色的車友 好 好不好 就這個顏色 好 我們就 錄影比較準啊 錄影不會改色 好不好 就大概這樣 好 後面你看 你看 好 都有了嗎 全部都有了嗎 你沒得改裝了嗎 對不對 該改你都改了 那可以幹嘛 所以 帥啊 哈哈 我是聽說 那個有天線的加強功能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原廠 不過總結一下 總結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結尾就是 如果是我 因為像我朋友也是 訂了HS之後 他看了我的頻道 看了我的影片 看了我的車 他想要買HS 他就先訂了 兩個人訂 結果 他在ZS要發布的時候 就要交測 我就跟他說晚一點 看一下ZS 比較一下 說得定 你比較適合買便宜 然後 他就等了 然後再看了一下 然後發現其實 就是 749000的價錢 跟HS 917000 其實落差不大 所以最後他就選擇了 賣HS 所以我的總結就是 如果是我 我也能買HS 因為平均下來 一個月才多2000塊 可是你擁有的是 渦輪 以及更好的配備 然後整個車體又更大更快 那你S適合誰 適合 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 剛起步的社會新鮮的 家庭的 那種代步車 或者甚至什麼 剛學會開車的人 因為車子的大小台 真的差很多 你在車那麼大台 你如果沒什麼開 開那麼大台是一樣 鋪到的 對 每天開車開得心心難飄 這個進去 完全沒有那感覺 就很像在開轎 那馬力 我覺得夠了 OK 跑山路也OK 高速公路也OK 好不好 絕對適合 我們以下 剛才講的那些人 符合使用 那最後如果你們 還想要看 一些什麼 其他偶像ZS什麼 改裝的東西 或者什麼 有的沒的 底下在留言告訴我 啊對了 你們是不是在問淘寶叫什麼 明爵ZS 去找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是這個 不會變的 好不好 他們不像HS的新能源 先大概到這邊 那如果你們要買車 的話 也歡迎來到我們的 高雄三民的 大村路這邊 的業務 他們的業務能 超好 超正 超美 超香 超香 可是 有一點 很難預約 可是這不是他們的問題 因為NG 現在都非常難預約 好不好 熱門車就是這樣 好不好 那期待你們 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再給我鼓勵 謝謝 掰掰 好 現在我們已經離開了 有些話要離開了才可以講 好不好 確實如果 是我的話 當下那種比較多 真的你能力許可的話 就是買 HS吧 HS的東西 真的跟 ZS來比 終於有差 真的有差 可是當然 他們兩個 中間 一個落差了 16萬 那16萬其實 你說多不多 但是 其實16萬 你換個方式去想 如果 你把它當成油錢 其實你是可以想購看 而且 你如果是一般家庭 就是偶爾代付用 16萬的 16萬的油 再加上它的 那種比較省油的變數 不像 其實你這樣開下來 你可以開個230 好 所以 也不見得說 我們就是16萬 一個X2000 不像他就不會HS 也不一定 也是要看自身狀況 所以其實兩台車 老實講開下來 我都是覺得還不錯 都是符合他們的價位CP值 都是算高的 好不好 所以要買的 好不好 現在至少三個月 三到四個月不等 記得趕快提前去訂 反正訂了 不要還可以取消買 先卡位再講 我就是這樣 然後到時候你就不想退了 想叫誰就不會退 好啦 記得訂閱按讚 掰掰 記得訂閱按讚 記得按讚 一定的按讚 也請 STUDY